再来关心农业发展 农粮署冬区分署结合了 光丰地区农会成立杂粮集团产区 辅导农民栽种大豆 而今年和本土知名的联华食品大厂 签订MOU合作备忘录 以在地产销屡立黄豆为原料 攜手开创新品大豆可乐果 共同打造在地杂粮新价值 农粮署冬区分署长许恢飞担任见证人 联华食品公司协理杨朝琪 和光丰地区农会理事长曾天仓 常务监事王金才 以及总监事张明发 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 亲手开创国产杂粮加工 加值新品 场面喜气热闹 我们还是会持续辅导 包含像我们在花莲地区的这些农会 去利用我们的这些杂粮产品 去生产不同的 不管是像酱油 添杯 或者是豆浆 那还有像我们这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我们像这样休闲食品 像可乐果这些产品 让消费者可以有更多元的选择 然后能够促进我们杂粮产业的一个永久发展 农粮署冬区分署 阶级促成农政与业界的合作研发 长期以来也致力于台湾农产业合作的 莲华食品也全力配合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客服大豆配方制成 顺利开发出大豆可乐果 莲华食品协理 杨朝琪说 鲜猪肉可乐果黄豆酥 可说是可乐果上市50岁的生日礼物 我们以为我们可乐果是豌豆 那冠锋融会是黄豆 都是豆 应该是很容易 结果我们实际做的时候才发现非常的困难 因为黄豆的蛋白质跟豌豆的蛋白质 还有脂肪什么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制作过程 我们面对到很多的失败 不过我们研发也是请我们研发之力 然后赶快调整配方 调整制成 最后终于可以顺利完成 那我们也非常的荣幸 可以参与这样的开发 今年是我们可乐果上市50年 那在这50年能够有这份礼物 我们身为研发的人 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在农粮署东区分署 与莲华食品公司协助下 光丰地区农会以杂粮集团产区农民友善 生产履率的大豆为原料 顺利开发鲜猪肉大豆可乐果 不仅能增加农民的农产收益 总干事张明发感谢表示 借此也能够进一步提升在地 杂粮产业的发展 大豆是我们关乎一个重要的产业 是希望借由可乐果的产生 加强我们我们黄豆的销售 增加农民的收益 光丰地区农会 既以在地红糯米树豆为原料 推出红糯米与树豆乖乖后 今年在农粮署东区分署的促成 和莲华食品的合作 以在地大豆开创可乐果新品 咸猪肉大豆可乐果休闲食品 借入这一次产观业界 MOU合作备忘录的签订 未来共同携手发展台湾的杂粮农产业 记得石玉兰光复采访报导